天上符咒准备发气 生人回避 避免冲到煞气 彰化沿海特有的送肉粽习俗 一晚两场从河美及花坛出发 虽然是彰化在送煞 但台中人士吓到心慌 有点怕怕的 应该不太好 有点你在讲的可能过界 心里都有点不舒服 送肉粽民众多半能避就避 河美送煞队伍原本规划 从河促路一段左转嘉青路 上高速公路冲台中大甲 花坛队伍则要从廖畜巷 走省到台县中山路 目的地一度设定 彰化或台中的滨海渔港 两场都可能直奔台中海线 台中市府首开先例 新闻禁止仪式队伍进入港盘 传统习俗让人毛骨悚然 越界送肉粽 两支队伍最后都急改路线 决定不到台中 以平息反弹声浪 记者承受的王俊杰 王上彰化台中采访报导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街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